在现代战争中,战斗机通常是指主要用于保护我方运用制空权 以及摧毁敌人使用制空权的能力的军用机种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现今最强大的10款战斗机 新来的观众不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 订阅加关注永远不迷路,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TOP10 GAS-39英尸战斗机 GAS-39是瑞典研制的全天候全高度战斗攻击侦察机 启动布局采用三角翼机翼和全动前翼 而GAS-39是一型真正的多用途战斗机 只需对机上的电脑、软件及相关程序进行修改 它就具备了战斗、侦察和对地攻击能力 数据通过三路下行的MFD以及广角飞行头盔传送给飞行员 驾驶员右侧的MFD能够提供雷达、红外和传感器获得的敌方目标数据 协助对敌攻击,再者就是GAS-39的性价比 在一开始,GAS-39英式战斗机又一直以低成本作为发展策略 其中GAS-39CD型的报价均在4000万到6000万美元之间 相较于其他新型的新一代战斗机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而美军一架F22战斗机的价格完全能够买下两架GAS-39 TOP9 阵风战斗机 阵风战斗机是法国一型双发三角翼高机动性多用途第四代半战斗机 阵风战斗机真正的优势在于多用途作战能力 这款战斗机是世界上功能最全面的 不仅海空兼顾,而且空战和对地、对海攻击能力都十分强大 以F3型为例 阵风已经具备了高超的对海攻击、侦察和核攻击能力 而阵风作为一款能力全面性能比较均衡的多用途战斗机 既能够空中格斗又能对地攻击 而且还能作为航母舰载机甚至可以投掷核弹 现在世界上真正属于这类的全能通用型战斗机的新型战斗机 除了阵风之外 只有美国的FA-18EF以及F35 它和欧洲台风战斗机以及瑞典萨博GAS-39战斗机 因为其优异的性能表现被称为欧洲三雄 TOP-8 EF2000台风战斗机 作为一款由欧洲战斗机公司设计的双发三角翼高机动性的多用途第四代半战斗机 此款战机最优异的是其先进的电子系统 为费伦地防务系统公司的ECR-90捕手脉冲多普勒雷达 具有下视下射能力以及多目标交战功能 还能够自动减少雷达开启时的信号泄露 使敌方无法轻易地获得雷达的性能参数 光电系统方面 EF2000台风战斗机使用先进的被动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 能够让飞行员在中近距离内启动雷达系统 不被敌方目标发掘的前提下扫描和收集目标情报 战机光电系统的作用范围虽小于雷达系统 但是这种被动无辐射的探测方式仍然非常重要 TOP机苏35战斗机 苏35尽管和F22等五代战斗机相比已经显得落伍了 但是一些技术优势仍然值得撑到 该机的载弹量和武器种类都十分出众 在未来仍然是强大的对地对空作战平台 而且该机机动性能优异 凭借施量推进技术近距格斗可以和五代机相抗衡 但是该机的弱项是雷达和隐身性 该机老式的无源相控阵雷达 凭借超大的天线直径 使得探测距离可以达200公里 但是该机的无隐身缺陷却大大缩减了被发现距离 因此在空战对抗中未必能够先敌发现 这是一个重要软肋 因此该机对于军队来说 更多的将可能是作为多用途战机 作为一种远程海空打击的平台 而不是夺取空中优势的主力 Top 6 F-15战斗机 F-15战机是世界上第一种成熟的三代战斗机 而其最为优异的地方就在于动力系统 F-15战斗机早期装两台普惠公司的F-100PW-100涡扇发动机 1991年后换装F-110G-129或者F-100PW-229涡扇发动机 而普拉特·惠特尼研制的F-100PW-100发动机 单台净推力65.2千牛 加力推力高达11340千克 为F-15的优越性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而且该发动机设计相当先进 推重比7.8 可以左右互换安装 在理想条件下拆卸时间只需要20分钟 低阻力的宝型油箱是特别为CD型研发的 装设在两边进气道外侧主翼下方的位置 可以装载约3200升的油料 这个装置使得F-15能够减少空中加油所需要的时间 因而增加其在战场上执行任务的时间 有助于其全球部署行动 TOP-5 F-16战损战斗机 作为美国空军一型喷气式多用途战斗机 F-16战斗机为单座单发布局 是美国第三代或者第三代半战斗机 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战斗机之一 也是美国第一种能够进行9G过载机动的战斗机 而F-16战斗机的价格也是它的重点 在设计之初 F-16是一种低成本轻型格斗战斗机 当时为了降低成本 采用单台高推重比的涡轮风扇发动机F-100 采用一身融合体减轻部分结构重量 而在2006年 单台F-16AB的价格仅为3000万美元 而台湾更是在1992年便花费60亿美元 向美国购买了150架F-16AB型战斗机 前年更是花费了39.6亿美元 将F-16AB升级到了F-16V型 使其拥有了更强大的空战能力 TOP-4 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FA-18E-F超级大黄蜂 作为FA-18CD型的升级版 具有先进的雷达和电子战系统 优良的人机工程 并且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 配合有AIM-120导弹 并且换装了主动向控阵雷达 具有超视距作战能力 雷达为改进的AN-APG-73雷达 具有良好的对地探测功能 配合雷达高度表、GPS导航系统 和数字化地图 可以低空高速突防 也可以远距离发射防区外 对地攻击导弹 以降低作战的危险性 而新造的FA-18E-F 引进了APG-79有源相控阵雷达 可以提供导航目标指示功能 并且配备有激光目标指示器 这也就使得FA-18E-F 在倾向距离83千米的距离上 可以搜集图像 并且通过数据链传送给地面 增强其超视距作战能力 TOP3苏武器战斗机 在我看来与以往相比 俄罗斯苏武器 这次最有突破进展的 就是其航电系统 主要苏武器装备了 纪赫米洛夫研究所 所设计的NO-36雷达 该雷达有五套 有源电子扫描阵类天线 系统和两台基载电脑相结合 能够发现400公里以外的目标 并且同时跟踪30个空中目标 并向其中8个发起攻击 此外苏武器上还集成了 主动和被动雷达和光学定位系统 实现了智能蒙皮功能 而苏武器还使用了SH-121雷达系统 包括三部X波段雷达 分别置于前方和左右两侧 机翼另有L波段雷达 以应付对X波段 有D-RCS的低可侦测目标 苏武器还装备了 新型无线电侦察和对抗系统 可以在不打开雷达 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发现敌人并且实施干扰 TOP-2 F-35闪电2战斗机 作为美国一型单座单发战斗机联合攻击机 F-35在世界上属于第五代战斗机 其最为出色的方面就是航电系统 配备有ANAPG-81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光电分布孔径系统 以及综合电子战系统和光电瞄准系统 其中 EODAS则分布在F-35机身的六套光电探测装置组成 可以实现360度的环视市场 可以穿透各种障碍 看到更广域的外景图像 并且可以在房区外距离上 对目标进行精确探测和识别 而ANAPG-81型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使得F-35的飞行员可以在探测、确定 以及对固定和移动的地面目标进行武器制导的同时 对付敌人的战斗机 或者是低空飞行的直升机 而ANAPG-81型雷达的探测距离 是现有雷达探测距离的三倍 Top 1 F-22猛进战斗机 作为一款美国一型单座双发高隐身性第五代战斗机 F-22在超音速巡航能力和隐身性能方面 可以说是冠绝群雄 现今服役的F-22战斗机 装备两台F-119PW-100涡扇发动机 而相对于上一代战斗机使用的发动机 F-119的零件数量少30%的情况下 能够多输出22%的推力 并且由于采用了推力失量技术 使得F-22具备了极佳的机动性和短距离起降性能 这也让F-22拥有了最强的超音速巡航能力 再者就是F-22先进的隐身能力了 它的雷达反射面积仅仅有0.01平方米 同一只普通的飞鸟无翼 完全能够抵消四代机和四代半战斗机的 大半全部作战能力 即使是F-35也是稍有不足 而随着现今制空权的日益重要 战斗机在这方面的作用也愈发的明显 这也使得各国都在努力研发更新型的空战利器 以期待在未来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那么大家认为未来的战斗机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 不妨在评论区里面一起讨论讨论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